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收藏為你的生活加點變化 歡迎收看今天的收藏C計畫 我是Air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開啟小鈴鐺 掌握最新的小車資訊 今天要開箱的是 Ignish Model的SUPRA RZ JZ-A80 之前Air在第51集的時候有介紹新的SUPRA 還沒看過的車友可以點擊右上角前往觀看 這集就來介紹連保羅沃克都愛不釋手的 JZ-A80 SUPRA IG這個品牌Air之前有開箱過 曾經是Air認為收藏價值頗高的一個品牌 但是因為一些行銷手法的關係導致變成現況 其實Air覺得沒有什麼不好的 因為一台車可以賣到好幾張小朋友確實是有點誇張 現在回歸到穩定的價格 讓真正享受車的人可以在合力的價格收到 這才是收藏的真諦 畢竟這是收藏而不是股票 今天介紹的SUPRA並非是原廠型的 而是跟日本甩尾王土烏龜氏 一樣很會飄移的知戶學私人座駕 知戶學似乎很愛SUPRA 堪稱SUPRA王應該是不為過啊 想當年他也是開著800匹馬力的SUPRA 縱橫在D1GP賽車場上 也就是之前TAMAK有出過SUPRA ISR貨櫃款 車上的拉花也是美到不買不行 那他私人的座駕呢? 則是上了RIDOS的套件 應該是跟D1GP的TOYOTA ADVANNEX YOKOHAMA M7 MAX SUPRA一樣的套件 TAMAK也有出 不過在這邊就沒有還原所有的套件了 那RIDOS的套件是知戶學旗下的MAX OREDO RISING品牌的產品 那外型與空力套件的設計他都有參與在其中 那製作則是交給了知名廠商VERS負責 早期這個套件的SUPRA只有這個青島社有出過 就是這兩台 我們直接看到小車上 那這個套件是Air認為最匹配SUPRA的套件 哇...不愧是IG耶 真的沒讓人失望啊 RIDOS的套件在模型車上的還原度真的超高的 那我們直接看到車頭部分 車頭部分大燈裡面的三顆圓形燈的造型也不馬虎 前下巴經典的老流造型 還有他這個冷排 哇!真的很精緻啊 那這個套件最經典的葉子板下面這個老流造型 不只有帥而已哦 會這樣設計其實在空氣、地動學上是很有幫助的 那從這台車的每一個細節 都可以看得出來RIDOS空氣套件的功能性 而不是隨意設計的 每一個地方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其實這個部分在實車是有一點空隙的啦 那也是為了讓風可以灌進去 不過1比6是實在太小了 IG這邊有做出分件 勉強看得出來有一咪咪的空隙 那青島社這邊就直接一體成型了 那我們看到車尾的部分 哇!這個尾燈 不得不說 滿滿的誠意啊 我們看到TAMAK跟青島社的尾燈 這邊都是用硬製的 但是IG是直接把裡頭的4個圓燈給做出來 哇!真的很讚 那車身上黑色的部分都有做出碳纖維的紋路 尾翼的部分 Air印象中它的支架應該是鏤空的 不過我想要在這個小車上面表現出來難度應該是非常高的 那不過可惜的就是IG的通病 尾翼這邊10台有9台是歪的 那我覺得有點可惜 再來這個排氣管我直接給滿分 我覺得相當的到位啊 對啊!其實這個套件的側裙不是一直線的 而是有點弧度 弧進去到車身裡面 那IG真的太猛了 有把它呈現出來 那輪胎的部分呢 它是膠胎 那卡鉗跟鐵盤的部分也是相當的到位的 哇!那真的是有夠香的 那因為IG它走的是精緻的路線嘛 所以它的車基本上是不能嚕的 那底盤這邊我們看一下 它是鎖螺絲的 那整體來看呢 真的已經接近無懈可擊啦 真的是超高水準的 真的很漂亮 今天搭配開箱的人偶是支護學 台灣地區好像只有Mobile Garage 獨賣 那其實呢 MIRUS好像也有出過支護學的人偶 那只是服裝上面不太一樣 MIRUS出的是Edwin的樣式 就是紅黑的賽車服 那這次開箱則是支護學與 谷口信輝 還有圖物歸式主持的節目 HUB VERSION 所穿的賽車服 那我們拿來搭配今天開箱的SUPERA 真的是再適合不過了 白色條紋 黑色賽車服 那搭配上牛仔帽的經典造型 人偶身上的水貼其實也是很高水準的 身上大大的M7 JAPAN的LOGO 那褲子右邊這邊有DRIVER的LOGO 那左邊有YOKOHAMA的LOGO 那腰帶這邊呢 還有微微的日本國旗 哇 還有衣服穿在身上的這些皺褶感 我只能說廠商真的是越來越厲害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再慢慢幫我按讚FB粉絲團 Air會不斷的跟大家分享1比64模型車相關的事物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想要交流或分享模型車上的任何事物 也可以加入我的異品收藏模型社團 收藏C計畫還持續發布有關汽車或模型車相關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再慢慢幫我訂閱、開啟小鈴鐺、按讚留言加分享 感謝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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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통